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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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继续和霞佬谈有关网购的话题 霞佬 当初你不做实体店 可能和一些网购以前开始兴起有关 其实今时今日淘宝网等等的网购平台 是不是还是你们的竞争对手 一直都没有当过他们是对手 他们已经是巨型的大 还有淘宝对于我们香港本土人来说 因为我只是做香港生意 香港和澳门其他国家都少之又少 可能在加拿大的地方都是香港人 可能移民到那边 然后跟我买东西 最主要是大家的消费群不同 原因是淘宝那边有很好的商家 也有很差的商家 但差的商家占多 我们经常说买淘宝东西 在香港人口中会重伏 中伏的比较多 买到好东西的比较少 你要懂得选择 所以在我们香港人贯处的思想里面 可能你在淘宝买一些便宜的东西 真的会集运一些便宜的东西 但我们这些高消费品的话 未必会在淘宝选择 有人说淘宝看照片看评价 可能会没有那么容易总服 你觉得是怎么样 因为我在淘宝见过 我有水军 有很多公司收钱 然后帮人打评价 所以我个人来说 我不太相信那些评价 有真实的 有的 但不会多 如果Live就不同了 鞋面各样看清楚 会 当初你们会不会参考淘宝的营运概念 还是你们自己独家想出来的 其实我不会参考 因为淘宝是一个平台 里面有很多商家 其实就类似HKTV Mall 但我自己有个网店 我靠Facebook做直播 引流到我的网店 其实就等于在街边开了一间店 我不在商场里面 淘宝是一个商场 但我不是那种模式 其实上海网号做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当初你不会在来地 继续发展下去 因为他们那边人口都比较大量 为什么你会专注做本土生意 老实说我都懂国语 但国语就麻麻夫 如果直播的话 只是做广东生生意的话 可能会细小 但都比香港大 但另一件事就是 我们香港人文化 我说话的话 用广东话来说 可能会幽默一些 可能会很少一些 但是如果用国语去说的话 或者 搞不好 令受众听不明白 就没有意思了 那两边的文化方面 网红文化方面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两边有什么不同 其实现在暂时 香港如果真的自行生产的 所谓的直播买东西 暂时我们叫服装鞋类 只有我一个 我就做不到太多的比较 但是国内已经是很多 很多这类型的做法 数量有多少 一定超过一千 一千个这类型 尽量有不同的产品 尽量有其他产品 尽量有其他产品 很简单 我最记得 有一篇报道说 黄祖南 用他一个直播 一个晚上卖车 买了一亿的车 一万一 不知两三个小时 就是这样 所以网红的趋势 是非常肯定的 非常之势力 是肯定的 那你们怎样可以脱荣而出呢 其实没有 最开始就 我会经常觉得 一件事 我听一些商家前辈 他们给一个建议我 当时我17年 17年10月开始 去做这个Facebook直播 我做了一个市场的唯一 唯一一个去做 但是呢 现在我就会很努力 去做一个市场第一 令到别人追我 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做了这个方法 所以我要做到一个市场第一 继续去创新多些 就是简单的 要多些创新 譬如说 很多人 鞋子 你真的就这样拼一下拼一下 很难令到那些女人买的 但是我就再想 可能在一个镜头面前 我放一张桌 然后请一个模特儿 回来行Catwalk Show 令到那些人 看到 我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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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是这样的 做多些创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鞋子 袋子 其实都在做 都是高质量的东西 我都开始做一些另外的产品 都是用自己公司的 袋子去做的 是 譬如一些果凉 或者将来会有一些 现在都在做一些皮褂 洗头水 或者是一些砂糖 都会去做 都是你们自己的产品 对 和其他可信性的商家 合作Cost Over 去做那件产品出来 其实你们每个星期五做直播 其实有没有什么前期工作 或者后期工作要准备 很多的 其实每个直播之前 首先我的同事 要准备好所有产品的数量 准备好相片 然后产品的资料 量好产品 所有东西 然后要确定货 品质OK 然后就上架 上架 然后去做直播 直播的时候 要介绍一件产品 介绍完之后 我们完整直播之后 直接将所有准备好的产品 上架 然后给我们顾客去买 平均来说 你做一个直播 即是直播完之后 还是中间的时候 即是有人立即买 我是完之后 我是完之后 因为我很想在中间的时候 可以买 很想很想 但是香港始终人口基数小 如果是国内做直播的话 他们是即常买的 一说完一件产品 立即可以去买 去买 但问题就是 他走极尽有这么多人在看 他要先看完 是的 有人离开了 譬如有10万人 可能有1万人喜欢这件产品 走去买 你还有9万人在看你 但香港也说不是 香港每个直播 可能只有1300人 1600人看同一时间 如果我是逐件产品上 中间有人离开 突然间可能只剩8多人看 是的 那就很糟糕了 那我究竟讲不讲话 先让他们回来 是的 那就很尴尬 那你会怎么处理这些时候 所以我就不做这个模式 我宁愿是做完整个直播 将我今晚可能 四件到八件的产品 同一时间在直播完后才上架 让他们可以看完整个直播内容 以1000个浏览者为例 其实一个直播完后 会有多少人订购 我每个星期大概有1000张单 是的 差不多 以中10粉丝的数量有多少 很多 我回购率多 通常都是 比如说 后悲 我在Facebook上下广告的话 我们叫做不算 就是隐身客 成效不高 成效不高 我是真的要靠粉丝 不停地回购 一 二是referral 他们真是会很好的人 他们回到公司会 帮我大致宣传 我穿了这双鞋很棒 他们会和同事说 同事就听一次两次 然后开始尝试 反而这方面会多 有很多直播妈妈 女儿 然后有些二妈姑姐 整个家人一起去买 也有 反而是这样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 下次继续和太太聊聊 谢谢大家